现在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身边不时还有这个救护车的声音从山上将受困人员受伤人员救出 现在情况比较严重的是沙卡当步道 救援人员发现了成敦巨石下的两位失恋人员 目前观察是已无生命迹象 九区动乱有九个人受困 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在有恶劣的变化 我们就赶快前往去将他们抢救下来 九位有一个伤者 那我们伤者无法行动 我们就由我们同能用背负的方式 走三公里的山路把它背负下来 大概在今天的十一点多 整个九位人员都安全地被我们整个抢救下来 医疗方面 现场医疗组设有医师、护理师、高级救护员等医护人员 为伤者和搜救队提供救护支持 民众都是在山上待比较久 五个人来讲都是可能情绪方面比较激动 那血压比较不稳定 我们主要会做这个血压血氧的这个量测 初步的检视之后 那再将它做适当的安排 我们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是同时也是消防人员 所以我们会陪同我们的搜救组 陪同他们外出去做这个搜救的任务 除搜救和医疗力量外 一些社会志愿者今日也陆续抵达现场 协助正后救援工作 假日我们会在一些市集去贩卖米汉堡 今天早上过来这边支援 评估说这边是最严重的地方 然后这边可能物资上跟餐饮会比较需要 然后因为我们的东西比较方便 如果就算对到现场没东西的话 可以带一些可以做体力上的补给 我老公本来就跟我一起做工 做边缘地乡的那个合同鸡 然后煮一些披萨啊薯条啊鸡块啊 刚好我要回高雄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过来这边救援 我想说应该这边需要我们 我都现场煮的炒面啊炒饭啊 我们也有弄鸡汤要煮鸡汤 截至目前花莲官方公布 不算沙卡当新发现的 两具已无生命体征的这个受困者 目前历难者仍是十位 受困人员是634位 有13人失联